我們看一下這題目 圖32為一個正六邊形ABCDEF 已知A向量等於AB向量 B向量等於VC向量 是以A向量和B向量表示FD向量 那我們觀察一下這個圖形 這是一個正六邊形 那麼這時候我們做這三條對角線 會把這個正六邊形劃分成 這六個全等的三角形 那麼這時候我們假設 三對角線的焦點是O點 那麼這時候這ABOF 這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因此這對邊平行且相等 所以AV向量為A向量 那麼FO向量這也是A向量 那麼同理BCDO為一個平行四邊形 所以這對邊平行且相等 因此這VC向量就是OD向量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FD向量 是以F當作10點 D點當作終點 所以這FD向量我們寫下來 可以利用FD向量 可以利用這向量相加 這時候A向量與B向量 滿足這是頭接尾 所以呢我們FD向量 就是等於A向量加B向量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可以利用FD向量